宝宝消化吸收好 妈妈省心拼事业 荷兰美苏加尔奶粉 邀您观看 我们都要好好的 这么晚 我们再给你布置 明天的庆功宴呢 谢谢 怎么了 找有什么事哦 不用这么隆重啊 咱们也只是几个同事 一起去就是这样 好 天棒 拿杯咖啡 好的 您坐吧 来 怎么忧心忡忡的样子 有什么事吗 洪迪邦 咖啡 现磨的 大哥 谢谢 没事 我自己来吧 谢谢 你跟向前认识 是因为你的漫画版权 卖给了他 你知道了 谢谢你 你这样对他帮助很大 其实今天我去见了律师 我跟向前 可能会争夺豪瀚的抚养权 律师跟我说 法院不一定会判给我 因为这段时间孩子 一直跟他父亲生活在一起 再说现在向前 事业上 生活条件上 也有所改观 你们真的要打官司 可是无论谁能够拿到抚养权 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 其实我不想打这官司 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我都跟他说过 但是你不了解向前 好像这件事情 现在对他来说 就是没得商量 他不想我见好汉 我也真的不想打这官司 那你的律师给了你什么建议啊 他是不是说 如果我跟向前 为我工作成的来往 那向前就没有稳定的一份工作 这样他就没法给好汉 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和生活环境 那么他在这个官司中 很有可能输掉 对吗 他是这么说过 但是你放心 我并不想让你 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真的很谢谢你帮了向前 我不希望他 再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麻烦 任何的改变 我希望他好好的 远长 远长 你比我更了解向前 难道我跟他 他没有这个合作 我不帮他 他就真的找不到工作了吗 你看以他以前的那些经验 那些人脉 还有那么多的成功案例 找到一份 还算不错的工作 应该是易如反掌吧 当然 我现在其实就是有点迷茫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还能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没事 你放心吧 我想我们两个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毕竟 孩子对我们来说 都是工作和生活最大的动力 毕竟我们都很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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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谢谢你 谢谢什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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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应该不是 单纯的只是为了给孩子送点赞糕过来吧 寻找 长得这么好看 我怎么聪明 他被男孩真是很正常 那就恰巧了 不是我兄弟 那怎么让不着我呢 感觉想对 你俩都是你熟悉 是该有各自的熟悉 对啊 你也该有你新的熟悉吧 我想你再一个 那我就问了你 咱俩 啥呀 怎么说 别人说呀 如果 有人在职场上把你害的生命败 你也倾家当场 你会报告你 不会吧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职场如战场啊 你失败了 只能证明你技不如人 那就算这个人不坑你 那以后还有别人坑你呢 看来是我小乔女儿 我说对吧 那如果这个人所做的事情 已经超过了道德的底线 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上 恰巧你手中有他的罪证 你该怎么办 那就赖不着你了 弄死他呀 谁呀这个人 这么讨厌呢这个人 不是干完聊你性的生活的事吗 怎么扯那么远 怎么讨厌呢 孩子过得好就行了 不过有没有新的生活 不重要 不是 你得有新的生活 那孩子才能更幸福啊 还有一个孩子 还有一个孩子 孩子好 孩子好 好孩子 喂 小老 我想请你吃个饭 有空了 不必了吧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请你吃个饭 这样 时间地点我短信发给你 您好 这是您点多酒 谢谢 嘉然刚才点的菜 才来 来到这里就够了 好 有什么忌口吗 别放葱 好 请稍等 你去 知道你对葱过敏 怎么样 厉厉现在还好吗 好 明白了 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那么拼吗 男人吧 不都想成为当初你那个样子吗 是我老丈人瞧不上我 不愿意把女儿嫁一会儿 那看来男人面临的问题啊 还真都差不多 可就算他现在还活着 看我现在这副德行 他依然会瞧不上我 来 来 向总 嗯 你来找我 是不是为了王总的事 是 其实你不找我 我也打算找你的 他 这里面 有姓齐的 做的那些脏事 所有的证据 也包括你那件 我都给他留着拿 不打算给自己留条后路 别管了 错一次不要紧 别错一辈子 向大哥 我不想错一辈子 我亲你 JUANG want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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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吗 你说这向前还能不能买啊 按说他们都离婚了 那他还能管他前妻的事 想多了都想多了 嫩嫩 别垂头脏气了 哥们 拿瓶战马过来 咱分泌一下肾上腺素呗 谢谢 谢谢 喂 向前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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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呗 嗯 哎 嗯 你有考慮 你不去哪里呢 你现在心里想的 都是我妈要问的问题 可是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 我知道 你是不是想说 现在给我打巴塞 850的时候我在40的时候 这应该是每个正常人 都会考虑的方向吧 可能我不在正常方面之内吧 你打巴塞了 其实 从你主管的角度离开 当你真的心里 爱这个女人 她在你心里 永远是女人第一次见面是个人子 从客观上来讲 她 女人的平行说明 可能还要多个多数 女人衰老的要怎么来人更快 女人的衰老速度 取决于在她身边的女人 你好像在暗示什么 跟我聊天 用不着真正间歇 我只是想说 寻找嫁给我那么多 我一直在女人的尝试 能让她过得好一点 可是现实告诉我 并不是那个样子 我只是希望她下一段感情 应该是幸福的 这么说 就跟我解释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喜欢她什么 那所有曲点 她冷漠 暴风 我都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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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她 是吧 那我只能说你跟我一起 你不觉得 女人因为缺点 而变得更可爱吗 不觉得吗 我没往那上想过 你的出生环境 成长环境 以及你的家庭条件 完全允许你这么任性 你可以不在乎她离过 可以不在乎她生过孩子 但是你必须要承认 她有过抑郁症的事实 将来很有可能复发呢 好 就算你把她追到手了 你们结婚了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 以她的实际条件 她能否再生育呢 就算她可以 她愿意为你 传统结代吗 恋爱是一码事 图个心一些 结婚又是另外一码事 那是责任 早晚有一天 爱情会变成亲戚的 这一切 考虑过吗 谢谢你的提醒 我觉得你想多了 寻找 她向往的是自由 我希望我可以尽 我自己的能力 让她自由 让她快乐 让她在 她想在的那个天空里 随意的翱翔 不过现在的金光 她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会在她身边的 我不要做她生活的主宰 我要做她幸福的伙伴 这好像又是在暗示什么啊 作为朋友 我担心有一天你会筋疲力尽 希望不会冲到覆辙 一切交给时间吧 别说我了 说我这么笨天 说你吧 你到底喜欢爱丽莎什么 你别虚伪地告诉我 你不喜欢她 在你提出这个问题之前 我承认我没有认真地考虑过 她在我们家搬走之后 我确实觉着生活中缺少点什么 不过你放心 我会努力地习惯 跟我说我 甘宾里面里面对你 要不要再 555 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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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乒好可惜她 你本身弃的 就是她做的 她做好东西 她做一切 你的货席 她做了你 她做了她做了 她做了她做的 深爱所有做坏事的套路 就能努力控制 饶得儿行 谢谢 你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也知道 莱丽莎为什么会喜欢你呢 你听说一句话吗 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啊 你一定要跟他表白 你丑没关系 万一他瞎呢 对吗 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这也许就是我们之间的代沟 红颜薄命 不光指的是女人 丑一点没关系 可以活得久一些 阿丽莎 值得拥有更好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俩的事 交给时间吧 来 来 你 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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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总回来了 向总 向总 他们合作意义家 还可以 对 清清 剩钱呢 喜可呀 好久不见啊 听说浩然信得沈彦卿 请你去当附和财 恭喜啊 可能真的要好久不见了 阴阳怪劲呢 什么意思 年纪多年工智的情分上 我给二位一个 主动自杀的机会 你说什么了你 你别让我弯子了 有人话你直说 没听懂啊 是 是 其衡给你的吧 谁给我都不重要 你也低估了她的良心 她要是有良心的话 会这么对你吗 在名利面前 谁没犯过错误 重要的是 作为一个人 要有最起码的底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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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仅有 一些爱我的证据 还有一些爱大王的证据 还有很多 我可我给你 小龙 其实 没有什么是钱不能进来的问题 对吗 对对 你得起钱吗 以前呢 这这 我们这都是误会 不不不不 我们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对 我错了 我错了 您 还有个数 多少合适啊 您说 看来二位 没明白我来的意思 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 小董 小董 能碰到一个真心对你的人 不容易 你可想好了啊 现在生是政策允许的 但如果不要 对你的身体损害会非常的大 介于你本身的身体状况 以后你想要再怀孕的几率会比较低 如果你想好就去交费吧 好 儿子 去捡回来 我去捡回来 来 踢过来 好 雨天 来 夏总 来来来 赶紧回来 儿子你小心点啊 你们怎么来了 向前 你的半堂经济学 一月爆粉三千万 你知道吗 我没看啊 真的假的啊 老大 你火了 夏总被遣回了 咱们啊 终于沉冤着醒 真是好事啊 所以 我必须留着一口气 把一个好消息带给你 这都已经告诉我俩了 再说就是第三个了 我再告诉你一个 社长官网络对你发出了邀请 邀请你担当社长官网络的副总裁 对 真的假的 真的 当着是真的了 被逼你 好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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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你们能不能别再逼我 这边是你们 那边是弯弯 你让我怎么办 万万跑出去一天了 我打电话也不接 这下着雨呢 我都不知道人在哪儿 万万回来了 老公 媳妇 你去哪儿了这是 怎么一天都不接我电话呀 你知不知道急死我了 老公 爸 妈 我今天去医院了 我们这代人 大部分 可能从小就娇生惯养 他没有责任感吧 一直以来 我都才自私了 没自己想太多 被别人想太少 这几天 我 我特别认真地想了 你们跟我说的话 所以 所以我决定 把这个孩子给生下了 我的好弯弯 妈 谢谢你啊 来来来来 你这块忙心的事 快快快 你看 妈早就给你备好了 听说这燕污营养丰富 你太好 还能美容养颜呢 妈给你打块毛巾擦擦啊 走走走走 快快 媳妇 真的 你太美大了 我 接下来这两个月 我会动用我所有的海外资源 把全世界最一流的品牌设计师 大膜还有商家 还有些时尚买手 请到这场大秀上来 我跟法国胶篮品牌的负责人很熟 他们对这场大秀很感兴趣 所以这次护肤品和彩妆这块 基本上确定是法国胶篮品牌 国内这边呢 我是希望能够邀请到最具有影响力的明星 以前跟我们合作过的一些商家 肯定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所以市场部 要尽早拿出商业计划书来 这次的基本费用全部由合作方逐 我们用影响力和销售分成的方式 实现短期盈利和长期的会员累积 寻找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目前整个大秀的营销框架 都已经发到各位手中了 娱乐头条已经派团队进入 帮助我们推广 合作一些病毒式的营销 现在外面流传着一个笑话 说我们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土鳖 但是不要紧 我相信接下来 有大牌的设计师 还有品牌的合作 这种声音会立刻改变立场 我在这里啊 那个 先生活一下我的立场 这场大秀是我们杂志社转型的 一次大胆的尝试 总部和亚太地区的老大都点头 表示大理的支持 在座的各位都是筹备委员会的成员 希望大家能够精诚地合作 好 那接下来大家分头行动吧 走吧 合作愉快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先方 大家好 我是阿乐 我们的节目是由增强美丽 缓解疲劳的汤尘备件蛋白粉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爆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Win杂志社将在两个月后 举办一场国际级的时装大秀 来点燃他们的白领衣橱项目 那对于国内喜欢时尚和潮流的朋友 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 那刚刚我提到了这个 关于白领衣橱的这个项目 现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白领衣橱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的副主编寻找女士的想法 在这里呢也不方便透露太多 买官司 但是我可以告诉广大的白领朋友们 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地买衣服了 在这里我们有海量的服装 只要你们成为我们的会员 秀场上的衣服想穿就穿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国际级的时装秀 那现在进展到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了呢 这场秀是我们对应 中国的社会阶层 对流行时尚的需求顺势而为 目前我们已经得到 四大时装周的友谊 和亲支援了 像一些大神级别的设计师 对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和市场 他们都是非常感兴趣 我们已经给他们 发出了邀请函 希望到时候可以看到 他们的作品在 为你的舞台上展现出来的 真的要感谢雅丽莎的分享 那我觉得这对于 很多喜欢时尚的发表人来说 应该是心潮澎湃的消息 所以我们期待着这场大秀 能够尽快上演 真的感谢雅丽莎的分享 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 要感谢苍诚备见大白粉 对我们的独家冠冕 感谢你 希望大家可以同时段 守护我们的节目 明天不见不见 拜拜 你怎么了 不开心哪 幸运就走 你爸爸妈妈要上个法庭吗 没有 那他们离过婚吗 好汉 你要有什么心里话 就跟姐姐说 爸爸跟我说 他和妈妈要上法庭了 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 让我选择想跟谁在一起 你怎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啊 我想让他们都爱我 中午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 一家人都好好说话 都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 这样是不可怜的 姐姐 你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和爸爸妈妈 在一起吗 咱们把彩芝下来的柠檬 装进篮子里 一会儿就能拍上用场了 爸爸 您很讨厌妈妈吗 为什么要这么问你 爸爸 妈妈是坏女人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妈妈是坏女人 那我跟他在一起 你不高兴吗 爸爸 你之前不是说过 当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 去真诚道歉时 我们应该原谅他呢 那为什么妈妈得不到 你的原谅呢 我已经看到妈妈 几次跟你道歉了 他也向我道歉了 我已经原谅他了 你是个豁达大气的男孩 爸爸 你也快点原谅妈妈吧 让妈妈回来吧 我想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儿子 很多事情 不是显宁想的那么简单的 不是我让你妈妈回来的 就一定能回来的 这跟原谅不原谅没有关系 那我还会想给你 真的吗 我们是什么